大家好,我是瓜牛哥 好的,下一个吉尔贝利亚 无敌技能 非常多的一个英雄 说爱的啊,这次就不让大家来选择谁来出战 直接吉尔贝利亚上场 好的,这里又可以升拿啊 三次机会应该可以成功吧 我觉得刚才都失败了那么多了 这成功几率可是有40%呀 哎,这就对了嘛 冷却缩短啊 加了一个冷却缩短也比较重要啊 就是你可以更频繁的释放你的技能 哎 好的 好的,这里是第四局 噩梦级别的土魔王兽啊 好的,双击评论区打满666 好的,土魔王兽 我们吉尔贝利亚请求出战 来一波四技能 哇,只能打这么一点血了吗 这四技能现在有一点招心啊 朋友们 我怎么感觉 我打他 他回血的速度比我的伤害还高啊 他是真能回血呀 这土魔王兽 来,你跟我去不去中间 他这回血量有一点金能啊 我的天 你去不去中间的 应该要跑去中间的啊 还不去 好的,OK 我们赶紧过去开大啊 赶紧过去开大 开大 然后赶紧掉二段大 这一波伤害应该是可以的啊 来一波狮子吼 破坏他的防御力 哇,我怎么感觉 现在的噩梦级别的魔王兽 真的是加强了太多了啊 以前吉尔贝利亚 不用这么费力的 他这回血量有点金能啊 我的天 我们不能丢三技能啊 我发现用三技能 他回血的速度太快了 我们不能用三技能啊 我们试一下 不用三技能会不会打得快一点 好的,这一波大的伤害打得OK啊 OK 我们就用二 四和大 不用三技能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三技能 他回血量有那么金能 他这 很难受啊 这一波他把我这个 大给躲了 哇,哇 差一点又点到三技能了 很难啊 现在的噩梦魔王兽真的很难 好的,这一波大 能不能打满伤害 可以了啊 也可以了 他这个血量还有三分之一 来 先拿一个狮子后破坏他的防御 破坏了他的防御之后 我们再来 开个大 他又这样了 为什么我二段大的时候 他总是跑路了呢 他就像一个非常聪明的机器人一样 还有最后一点血了 还有最后一点血了 希望再向我们召集 希望再向我们靠近 不对啊 我在掉血啊 我这个现在的 哇 这个掉血流血 这无敌技能 虽然我们是无敌形态啊 但是 我们不停的在流血 应该是这个 土魔王兽的这些buff 导致的啊 就是这地上的这些坑 失败了 好难啊 失败了呀 朋友们 他这回血量有一点过分了呀 说实话 洛亚更打不过他呀 洛亚更打不过他 所以我看到粉丝说 想用洛亚来打 那有点玄乎啊 那更打不过 我要是全选破坏防御呢 能不能有奇效呢 重新来过啊 重新来过 再打一次啊 这次还失败 那就不行了啊 直接开大啊 开局就送他一个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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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现在又进入了流血状态 他这个中间 地刺很伤 他地刺范围又广 也没办法躲 放技能的时候 破坏一下他的防御 这一波好像比上次打的要快一点 朋友们 感觉有那么一丢丢希望 感觉有那么一丢丢希望了 好的 这一次直接开大 然后换个方向放大 我怕他又跑到中间去了 上一把空了两个大 就比较伤 来 来 这一次我就没有直接放大 我就知道他要跑到中间去 这次有希望啊 这次有希望 我们的血 我们的血回不上来了 什么情况呀 带走 带走带走 再不带走就没了呀 哇 带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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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带走 这一波能不能带走 带走带走带走 三技能 我的天 终于大赢了 第四次 噩梦土魔王 那么这一期视频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支持观点核 帮忙多多点赞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